诗篇第一篇 让康批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亚吾瓦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巴鲁克哈玄亚吾瓦 巴鲁克哈玄亚吾瓦 诗篇第二篇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亚吾瓦 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振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 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亚吾瓦成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铲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 摇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 该受管教 当纯畏惧 四奉亚吾瓦 又当纯战精而快乐 当以嘴钦死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 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巴鲁克哈宣 亚吾瓦 巴鲁克哈宣 亚吾瓦 诗篇 第三篇 大卫逃避他儿子 亚吾瓦的时候 做的诗 亚吾瓦啊 我的敌人 何其价增 有许多人起来 攻击我 有许多人 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 至高全能者的帮助 但你 亚吾瓦 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 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 求告 亚吾瓦 他就从 他的圣山上 应允我 我躺下 睡觉 我醒着 亚吾瓦 都保佑我 谁有成万的百姓 来周围 攻击我 我也不怕 亚吾瓦啊 求你起来 我的至高全能者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 一切仇敌的筛骨 销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亚吾瓦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巴鲁克哈玄 亚吾瓦 巴鲁克哈玄 亚吾瓦啊 诗篇 第四篇 大卫的诗 教于灵长 用丝玄的乐器 嫌我唯一的至高全能者啊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 你常使我宽广 现在 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 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亚吾瓦 已经分别 千成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亚吾瓦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义的计 又当 依靠 亚吾瓦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 什么好处 亚吾瓦啊 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 辛久的人 我必安然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亚吾瓦 使我安然居住 巴鲁克哈旋 亚吾瓦 巴鲁克哈旋 亚吾瓦 诗篇第五篇 大卫的诗 交于灵长 用吹的乐器 亚吾瓦啊 求你留心 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 我的至高权能者 求你垂听 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亚吾瓦啊 早晨 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 我必向你缠明我的心意 并要尽心 因为你不是喜悦 恶世的至高权能者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 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 你必灭绝 耗流人血 弄鬼诈的 都为亚吾瓦所证悟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 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亚吾瓦啊 求你因我的仇敌 凭你的公义 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 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 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 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 谄媚人 至高权能者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 进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 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翻头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 因为你护辟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 都靠你欢喜 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 亚吾瓦啊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赐面 护卫他 把鲁卡轩 也无啊 把鲁卡轩 也无数啊 祝你 哦 感谢观看